继续来种花 这一次要种大家都非常喜欢的 这个大叶字子花 它的这个叶子非常的大 开的花也非常的大 可能一朵花有我这个手掌这么大 花香味也非常的浓 大家看它的这个花蕾就能看得出来 其本来这个蕴蕾去的花 是不适合上盆的 但是有很多花友说 想看我上盆字子花 那我就挺拿走险 顺便分享一下这个运垒期换盆 怎么做才能避免它少掉垒 现在就去给它挑个盆 这个字子花虽然对花盆材质没什么要求 但是我个人更喜欢用这个桃盆来种 因为它的这个透气排水性非常的好 那么浇水就会比较容易 而且更利于长根 然后就是这个大小 如果像我的这种大苗的话 这个花盆的口径可以选择这个植株灌服的二分之一或者是三分之二 像我的这一颗我打算在露台上面养的 所以我就选稍微大一点的 就选这个口径二十厘米的这个桃盆来种 大概是这个灌服的三分之二 还有的话种这个字子花不要用太深的盆来种 我就选它了 接下来就是配土 种那个字子花最好用这种疏松透气排水信号的酸性土了 一般常用四分辅液土加四分田园土 再加两分合砂配置来种 我就用自己配置的这个酸性土种 先在这个盆底加点土 想买这个土的花友可以微信搜一搜立下园艺就可以找到了 因为这个盆有点深我在盆底加了点桃栗 再把这个字子花取出来 下面全部都是长满了这个根 弄不出来 这个根还是扒不动了 把它剪掉反正它也没用 看这个根都木质化了 这得多久没换盆 终于拿出来了 大家看这个根系多么的发达 说明很久没有给它换盆了 重点来了 这种带花苞的花怎么样换盆才能少掉花蕾呢 其实非常的简单 就是少去动它的这个圆土 像这种的话它的这个根比较多 只要把底下稍微扒松一点上盆就可以 但是有个前提 就是它原本带的这个土比较好可以这样操作 如果带的土又板结又粘重的话 那么最好就是把花苞剪掉 多去掉一点圆土再上盆 像我这种就不错 这样就差不多了 再把刚刚底下剪的这个的伤口处涂点草木灰 直接放进去 继续加涂 再给它提一提拍一拍 再给它按一下 然后再浇透水 然后再浇透水 这样就浇透了 然后我把这一个底下长出来的这个侧芽给它剪掉去 因为这个长大了 柱形也不好看也不好长大 就是如果这个去的圆土比较多的话 那么除了要把这个花蕾剪掉以外 还要适当的修剪一下这个枝叶 现在就可以搬去画苗了 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缓一个多星期 在这期间要想办法给它增加湿度 怎么给它增加湿度呢 方法有很多 如果是没带花蕾的 就可以给它的叶面经常喷水 如果有花蕾可以往四周多喷水 还有就是底下用一个托盘 双满水把它垫高 让这个花盆不要碰到这个水 这样的话也可以增加湿度 还有一个方法就是给它套一个塑料薄膜 这样也能保湿